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莎莎 舞啊嗨 太棒了 今天邀請到食尚玩家的莎莎啦 衣服穿過一兩次 就不知道要怎麼辦 然後這一次呢 就把她拿出來愛心意賣 然後被全數捐給家庫中心 對對對 所以待會大家可以到那邊稍微看一下 有冬天的啊 有夏天的啊 有辣妹的啊 有可愛的都有 但是 只有女裝喔 只有女裝 好 就是在我們那個位置當中 今天是有點小甜點 所以今天帶了餅乾來跟大家分享 耶 掌聲鼓勵鼓勵 好 我們先秀給大家 這是妳做的餅乾喔 沒錯 莎莎姐姐妳真的好可愛喔 怎麼會有人隨身攜帶餅乾呢 真的 就是在妳的身上了 可見得妳也多麼愛吃美食就對了 對 因為我這個這一次來會遇到很多朋友 所以我想說就帶幾包餅乾在身上好了 有遇到朋友可以發送給大家 而且這是一個很好的廣告耶 說妳想吃 可以來我店裡面吃喔 可以 然後再怎麼樣都會 起碼要喝一杯咖啡嘛 對不對 對 餅乾我請妳 咖啡妳點兩杯 沒錯 對 好 這個餅乾妳來介紹一下 這個餅乾其實就是在店裡面也沒有賣 就是送給客人吃的 然後它有兩個口味 一個是像是花一樣的 它有奶油跟巧克力拼在一起 然後另外一個是巧克力 然後中間的杏仁還加了一點點的蜂蜜在裡面 所以吃起來會酥酥脆脆 還有一點杏仁的香味在裡面 然後最後嘴巴還會殘留一點點蜂蜜的味道 太棒了 然後這個主要的做法就是 我會先做中間的杏仁焦糖 杏仁焦糖 對 先把它煮好 要先做裡面的醬汁 對 先把杏仁焦糖煮好 之後讓它放涼一下下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去做餅乾的部分 然後餅乾的部分就是有加 我簡單說 沒關係 妳慢慢做 餅乾的部分就是有加奶油 然後還有滴筋麵粉在裡面 然後稍微攪一攪一攪之後 把它用到擠花袋裡面之後 擠成一個像是這樣的花圈 然後再把甜甜的杏仁焦糖 放在中間來出去烤 我夢料的部分我沒聽到 快吃掉 我覺得莎莎很聰明 好吃喔 我剛發現只要加了巧克力的點心 就可以放比較久一點點 好 好 因為是在拿餅乾 我們拍照的時候 現在我們不要講話 好好好 拿了就走 阿北 等一下再拍照 請 拿了就走 拿了就走 謝謝 阿北 一個人只能拿一個 一人拿一個 拿了就走 拿了就走 有沒有人 我們今天在高雄移居 特別邀請到時尚玩家的節目主持人 這是莎莎 在現場跟大家見面 好 拿了就走 四個 還有三個 好 好吃喔 最後兩個 最後兩個 謝謝 謝謝 好 好